股價在4月1號調漲之後 到現在已經有8個禮拜下降了 降幅有的超過5成 有的超過6成 我相信大家感到大家的股價越來越舊了 第二呢 電價的問題 要6月10號才會漲 現在還沒有 那6月10號 漲的幅度也比原來計畫的要小很多 有3分之0 三家有兩家都會受影響 請大家不要忘記